只是知识 对不对 因为知识的话 其实也很容易 我开一些课 列定一些题目 开给你 像我们现在很多老师一样 学生你愿意读的 你就用功读 读了后有困惑来 我就从知识的角度来告诉你 为什么这个人这样说 为什么那个人这样说 这两者之间差别在哪里 它基本上还是一个传道 解那个知识的祸 可是我的感觉是 方东美教的时候 跟曾家大师对你的影响 甚至很明显的 可以看出来 对你一辈子的影响 是他们传授的不只是知识 而是一种我们说智慧 也有一种是人跟 学生跟老师之间 一种非常微妙的 一种亲密的关系 所以你才会记一辈子 否则的话 如果纯粹只是知识的话 我想师父您可能会记得 很多的书写得很好 这个人的文章写得很好 而不会记得方东美教授 跟张家大师 这一辈子对你的影响 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一个东西 是我们现在的老师做不到的 那是一种对学生的关照 对学生的体验 对学生的人生的开出一条路 对 这个大概是现在最难做到的 所以师父您对这部分有什么样的 这个就叫师道 你讲到了师道 这个师道 师道建立在校道的技术上 那我能够遇到这些老师 实际上老师并不是有特别的选择 没有 老师的心是平等的 那为什么对我有这么一个待遇 我也想了很久 以后也想了很久 这终于把原因找到了 老师虽然没有说 我就清楚了 那就是师道必须要尊敬 你学生对老师没有恭敬性 学不到东西 这应光大师以后就说过了 一分沉静 你能学到一分 两分沉静 你就学到两分 十分沉静 你就学到十分 你对老师没有沉静 老师怎么样想传给你 你接受不了 你不能接受 所以做老师的人一生没有别的 就是希望能够有学生传他的道 那他就喜欢得不得了 那么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看他的沉静心 所以我才发现到 你看我跟方东梅先生写信 是毛笔公开 规规矩矩矩的 一笔一画 对 我写一篇文章 也是毛笔自小开写出来的 不是潦草的 那也潦草的 老师也看算了 不理你了 那么我对老师的恭敬心 是父母教的 那是很小 大概是六七岁 上司祖 司祖是在一个祠堂里面 这个祠堂是我们亲戚 我姑母家里 他们的祠堂 嗯哼 嗯哼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